找到这个应该是所有框线就可以了 把它点一下 它就会内外呢 都有细时线 记得在这里 找到这个填字所有框线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最后呢 剩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然后呢 最后一个要锁定A栏 即第一列 就是要冻结我们的窗格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 点选B 记得哦 游标先放在B2的储存格里面 然后呢 要冻结窗格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在 这个地方 浅室里面 要把窗格 冻结起来的话呢 找到浅室里面呢 有一个叫冻结窗格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把它点下去之后的话 再找到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叫冻结窗格 这样的话呢 在滚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哦 A栏跟B栏哦 这个上面的部分呢 就会被冻结起来了 好 好 第九题 设定列印格 那列印格是前面做蛮多 在板面配置里面 其实就先点这个箭头就好了 然后呢 这个再来的话呢 压缩成一页的宽度 那三十页高度 我们一个慢慢做好了 第一个的话呢 页面 我们 先把它调整比例的地方 比例的部分的话呢 这个地方 有没有 调整成一页 然后呢 它这边题目是要什么呢 它题目要的是 一页宽度 三十页高度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直接把这个地方输入就好了 好 有点像填充题 找到就可以做 那接下来的话 横向 所以这边横向找到 接下来的话呢 跨页标题重复 那你要找跨页标题重复的话呢 这个地方 就是直接在 跨页标题重复 记得应该是在 跨页标题 标题列要重复呢 就是直接在 标题列 那直接选取 列的部分呢 就选第一列就可以 这个就是所谓的 跨页标题重复 标题列的部分 把它选取起来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这个跨页标题 那这样来的话 页尾要第几页的格式 那X 这边有个叉叉 前后要 一个半型的空白 所以页尾的部分 直接在页尾的地方 页尾在这里 第几页 点它就可以了 实际上就是这一个 那如果不确定 再制定页尾一下 进去看 前后有没有一个空白 有 那就对了 就直接 其实就选这个就可以 按一个确定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 把它另存新档 就可以来评分 把这个地方 存成 ES A04 出存 出存